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是厦门市台商协会的会长 也是目前全国台积元的常议会 厦门台商协会就一直活跃在眼前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备受关注呢 就是因为福建省 尤其厦门市对台前沿的城市 而且也是闽南人算是比较多的地方 在两岸交流里面 厦门市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幸福台胞在厦门 其他的台胞 相对来说确实在北上广的话 可能会有很大的经济的空间 或者是就业的空间 但是幸福指数还是在厦门会高一点 那为什么会想要说选择留在厦门 为什么会选到厦门 我个人如果说 我在我个人来讲 第一 以言相通 以南话语通 第二 尤其在饮食方面非常方便 再过来气候方面跟台湾市一样 北方区方面今天天气暖 到了广东话有的语言不通 也许习惯跟台湾语不大一样 所以在中关各方面的因素 很多台湾人第一站都选到了厦门 其实在厦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 对 你走几步就你吃买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在上海也是有时候他们都讲上海话我都听不懂 就比较听不懂 对对对 比较没有那种亲切感 没有亲切感 你看在厦门的话就是我们三不五十走出去就觉得 诶 同语言相通 放在自己家一样 对啊 就觉得诶 其实没差 到了一个地方就 选择环境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 是是是是 那像您在台湾协会的话 然后未来想要是怎么会去发展的样子 目前台湾协会在厦门注册的公司大概有6900多家 真正加入我们厦门台湾协会只有1000多家 但是我们现在未来目标应该应当达到2000家 大的企业到大部分都有加入 现在很多的中小型的还很多没有加入 这也是我们努力的范围 其实台湾协会要把它当起一个家 台湾协会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家 一个家 非常温馨的老 台湾协会我们也不是说一个营业 营业的事业单位 我们是纯纯以服务的 你有小孩子就学问题啦 还是说有一些急任就职问题 还是司法问题啦 都可以找我们台湾协会 我们又扮演是说 一个家的那种感觉 大家找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更扮演是说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我觉得台湾协会目前的工作 在我们会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下 特别还算是蛮顺利的 上一次有听说说 咱们台湾协会目前的台青的数量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了 目前在厦门台青有一万多 在厦门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点于台青的政策 国家的福利是最多的 关怀也是最多的 所以很多的青年他喜欢到厦门来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一个青年他如果是有想要创业的梦想或者想要就业 来到厦门 但其实就不用担心太多 因为你拎包就可以了 条件都已经很多了 拎包入住的那种感觉 哇 那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好 你只要到厦门来 有公布法 只要你要申请公布法 政府第一优先都会考虑台青 这个台青的话 相对来说机会就会多很多 那多数的台青他们来到厦门这边的话是选择什么任何职业会多一点 第一他可能选择一些清创的文化产业会比较多一点 第二可能在就业方面他会选择一些科技业 还是商务科技业 那第三可能是在机能产业方面多一点 我发现他们很会耶 都是高精兼很赚钱的职业啊 是是是 他当然会讲您的公司这么多 这么大 然后那个那您平时的话 用人是怎么样一个分配的比例 我用人我直接就是跟人资部门讲 那我们是要用哪些人 哪些要招聘台湾的青年人 都会有一定的鼓励在公布 这么多公司就用这么多人好管吗 其实人不好管 好管喔 对不好管 内部门不好管 特别是现在就是年轻人 之前我们讲90后 现在95年后 95后 所以说这个 这想法都会比较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那您在沟通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当然有啊 就譬如讲说年轻人他有时候 在上班时间会比较平衡一点 好像我们这老一辈会比较正宫 但是他们年轻人 跟我们老一辈的可能会比较不同 就是说他讲学是绩效 他未必说我今天要正经八百 最后那边会比较 他有时候很随意 他该喝咖啡 他吃个点心他都自己拿出来 但是在我们这一辈的话 他会说 怎么这样 对啊 上班怎么会这样子呢 还穿个拖鞋来上班 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有时经常跟他讲说 老板你现在要的是什么 你不就是要要效益吗 我效益给你就好了 对那你就让我活得开心一点 对对对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员工能得到重要 我个人论是第一中程很重要 中程 对于公司的中程是高人性 那你后天的一些的能力 可以去做培养的 因为企业的经营是 武器经营 中程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在咱们会长的公司 那现在年轻人 有没有机会担任CEO呢 如果他的能力跟他的那个 都能达标的话 有啊 我们现在最年轻的CEO 有个部门CEO 才32岁 32哦 哇这当然CEO 若若问一下 咱们那个会长公司 CEO年轻是多少 目前来讲大概是差不多100万 哇 还缺人吗大佬 如果说32岁 一年年薪薪100万 那在咱们其实很OK 非常OK 但是我们总觉得 还是要收定一些目标 让这些CEO去做一些挑战 他才会不断去做一些延伸 还有能力的提升 我们会鼓励年轻人 多一点思维 多一点创新 来改变我们目前的 公司经营性化 你会觉得说 在咱们会压力很大 其实在咱们压力是挺大的 但是 随着整个大环境的变迁 我们不得不要去做一些转型 就是刚好说的台式企业 任何个企业都要配合 这个整个环境的变迁 台式企业单打独作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时机已经过了 你怎么样搭着这个抱团群 跟一些国务员待会来做一些 技术层面的合作 我觉得是一加一会大一二的 这个市场是太大了 来到这边之后您回去会有 您有没有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会有讲过吗 当然像我们亲朋好友 他知道我在那边工作发展方面 他们都会来 都非常地惊讶说 大陆经营发展怎么会这样的事 其实我们现在像我小孩子 我子女现在都在这边 当初通常没想到说 在大陆这边有这种 生活环境条件 尤其你现在提取在我们大陆 对目前来讲 最先就是说 你只要带一只手机 对 单手机 有很多东西都会贵 乃至于说 你知道你饿了吗 你是不是你要叫个餐 一部手机服刑付钱 你现在一时服刑都非常方便 医疗吃穿住用情 全部都是用手机 一直都搞定了 是 一机搞定一切 对 那现在台湾那边的话 住目前还是还是 这一块还是比较少 比较薄弱的 对 那现在对于您看 就是台湾它那个 整个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走势 其实现在台湾 整个经济走势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才会有台湾 青年这么多的西境 西境到我们大陆来做 需要寻求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是说 以后一定是 越来越多的青年 一定到我们 尤其现在包含我前一次 七月会也到台湾去招聘 我也一直琢磨说 中年的发展 现在因为景气不好 很多中年都失业了 然后所以说现在 越来越多中年 到我们大陆来寻求发展 那在生活方面呢 就比如说 您有没有自己一些娱乐啊 会起来 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 大佬的生活 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生活分配的还算是蛮好 我大概每天的早上 差不多四点五点之间要起床 五点就起床了 对对对 五点就起床了 基本上兼职是说要跑步 大概就是早上要跑八千到一万步 跑完以后就回家冲个凉 吃个早餐 就到公司去 或到协会去 那有时候 平常有时候会打打球 这样子 其实我现在如果是一天没有跑一万步的话 整天的精神都非常不好 那你们觉得 您未来要看好您几个行业吗 我未来看好 当然是一个 第一 女孩子的还有小孩子的产业 还有个生物科技 这些 那看来未来 有可能就要大力投资这一集快 对不对 其实其他的产业 你应该要投入蛮大的 再过来你也有研发的团队 而且他的产品说明周期都很短 像这种竞争情况之下 就不适合我 好好好 再次感谢我们吴会长 今天参与我们的那个 胡威小午茶的录制 我希望未来的话 还可以继续邀请到您来 跟我们探讨一些比较有关的内容 欢迎来参加我们下午茶的这集 祝福答案 祝福答案